作为罗志祥的问婚妻周扬青 近日在日本东京被网友偶遇 周扬青丝毫不受谣言的影响 依然开心的常游玩耍 周扬青肤白貌美 十分的漂亮 在爱情的滋润下 也越发变得更加的美艳动人 近日罗志祥被台媒报道 录节目脸色发青 整个人身体不适 全身发抖 不断踹地板 并且据罗志祥身边的工作人员爆料 罗志祥昨天在北京录制节目时 刚进摄影棚就不舒服 好像被什么东西附身一样 全身发抖不受控制 最后工作人员将罗志祥拖出摄影棚 罗志祥就突然好了 一时间舆论开始揣测他是否吸毒 罗志祥方面起初一直未做出回应 也让猜测加剧 当天罗志祥就已经空降粉丝群安抚粉丝 并且亲自辟谣吸毒传言 他对粉丝表示自己一离开摄影棚就没事了 他还幽默回应自己可能是怕进摄影棚 就像学生不想上课一样 一进教室就不舒服 网友也纷纷表示 好好休息啊 注意身体